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今天跟大家谈的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外交战 美国它自从勒令关闭大陆驻休斯顿的总领馆以后 这个外交冲突截至到台北时间 星期五的中午为止仍然继续在发展当中 休斯顿的总领馆它预定要在美国的中部时间下午四点钟 星期五下午四点钟要关闭人员要回国 我们之前也看到使馆人员正在处理这个机密文件 包括税职了以后然后去销毁 那据说中国大陆要在星期五 也就是今天宣布封闭一个美国的总领事馆作为报复 美国目前国务院已经安排了两架外交专机 这个包机一个到上海一个到广州 预备接回这个外交人员 我们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不会这样子来演变继续的恶化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美中关系现在是建交以来最糟的一个局面 随时因为小问题可以急剧恶化 升高成大冲突最后不可收拾 哈佛大学的傅高毅教授最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曾经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作为一个比喻 当时是一个小事情那就像现在中美之间的一个小摩擦一样 但是小事情会逐步的升级变成大事 如果对这个没有办法控制的话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让这个所有的国家都成为输家 这一次美中外交战的起因 我们看到大陆外交部发言人他表示说 美方声称美中关系不对等 这所谓不对等是指在武汉的疫情平复了以后 之前撤离的美国外交官 他们要求要回到武汉还有成都 但是回来之前 中国大陆强调要检疫隔离 而且是所有的驻外使团一视同仁的 但是美国强调自己的外交人员是有豁免权 他不愿意把自己的人员经过核酸检测 把自己的DNA的样本交给中国 也不同意强制隔离 所以就导致双方有旗舰 这个旗舰使得最后没有办法复制 美国就因为这样子认定双方的人员 对等不是对等关系 所以要强制关闭休斯顿的总领事馆 这个是现家外交圈在传的消息 美国公开的消息是说 美国是在保护自己的智慧财安全 还有个人的私人资讯 亚太入侵史达伟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 还提了一个新的说法 他指责休斯顿总领馆的中方的领事人员 当时假造证件带人直接到登机口 有这个犯法的之语 中方则说这个负职的争议 完全是假消息 目前美国的外交官都可以重返中国大陆 是有人想要把这个责任往中方的头上去推 目前中方是援引这个维也纳外交公约在批评美方 美方指责中方的休斯顿大使馆 从以前开始就是间谍窝 双方各说各话 像是坠入无礼物中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双方都无意解决问题 我们看到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严重的外交甚至军事冲突 像1998年 美国误炸当时中方在南斯大夫的大使馆 2001年甚至有南海撞击 双方都已经濒临到军事冲突的这个边缘 但是最后都坐下来交涉对话 即使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 但总是可以绕开 但是这一次可能是绕不开了 我们看到现在问题 接下来的球是在中方这边 中方会不会报复 要不要报复 第一时间有很多揣测 有人认为香港国安法颁布了以后 为了杜绝境外势力的介入 也作为报复干脆把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给关闭了 也有人放话说 放话给路透社说要关闭美国的武汉总领馆 反正现在那边的人就回不去 人员非常的少 也没有功能 但是如果中方报复的话 郑重美方下怀 而且可以把事态升高 对于中方的报复来一个反报复 而且这个正好符合川普的政治需求 这也是中方现在目前警惕再三的 最近以来大陆的美国专家一直在内部 还有对外都在强调 在选前的三四个月 尤其在美国大选期间要保持定力 不能乱 急不得 中国尤其不能跟着美国的出招来走 不能被他带节奏 不要随美国起舞 这是最重要的 大陆官方似乎也听进去了 这个事关重大 我们看到外长王毅在两周以前 他先表示 中国从来无意挑战 或者是取代美国 无意跟美国全面对抗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也在这个七月中的时候 有人记得问说 美中的新冷战正在成行 他同样也重复王毅的口径的讲话 并且说中方从来没有想到 主动去招惹美国 可是他加了一段话 他说可是树欲尽封不止 意思就是说 不是中方主动能够控制整个情况 我们可以想见 在这两三天当中 大陆的外交角色圈 正在激烈的讨论 如果对美国关闭事关不反应 我们看到网上一片骂开来了 舆论会强烈的反弹 现在目前习近平已经经历了疫情 经济洪灾 这三重的冲击之下 最不希望看到的对外示弱 但是如果对美国报复的话 川普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 打一场对中国的盛战 鼓励美国人民的反中情绪 这个后续效应是中国大陆很难承担的 川普而且已经讲了 他可以下令关闭更多的中国驻美外交机构 这个可能性一直存在 随时美国准备要升高冲突 现在联邦调查局认定 大陆的旧金山领事馆躲藏了 一个虚报身份的嫌犯 可能会是美国下一个要求关闭的目标 这个跟在7月13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南海声明 很像 南海声明其实就是在为 南海地区的冲突正当化 合法化做依据 只要中国对于美国的 南海的军事行动还手 美国一定不会对等反击 一定会升高层级来反击 这个里面当然这几年签到美国的内部政治因素 现在要连任的川普 国内的政绩非常的糟糕 处置疫情不得法 现在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400万 是全球第一 连带的使得经济萧条 还有种族冲突也同时并发 川普在上次选举赖以获胜的这些摇摆州 现在拜登都大幅领先 唯一川普可以反败为胜的手段 就是制造某种外部危机 才能够压得过国内的 不利的这个选情 那当然中国大陆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就是川普可能会断交 毛泽东之前有说过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这个在大家不断的在讲这个事情 甚至很多人质疑说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强力的来反应的话 难道美国就会收手吗 况且两国之间的冲突 很少是因为一个国家一再退让而结束的 往往只会招致对方得寸进尺 施加更大的压力 不过我们很冷静的看 这个关闭休斯顿领事馆 不像是有计划有步骤的策略 也不像是这个要施压中国 要来中国根本上改变中国 反而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川普 基于自身的政治考虑 要引开美国人民对于他 对应疫情不利的这个注意力 至于说外交危机是不是能够改变选民的观感 这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川普非常有可能 来挺而走险制造这个所谓十月惊喜 我们知道之前大家在猜测川普在选举前几个月 制造这个外交事故一共有几个可能 一个是美朝高峰会 一个是伊朗危机 还有南海 过去的伊朗或者是美朝之间 其实川普也做过 但是效果有限 南海危机是只冲大陆而来 这个可以有效地刺激美国人民的想象 可以让美国人民团结在这个现任总统的身边 这个是最被考虑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蓬佩奥七月中的这个南海声明 再加上最近两个航母战斗群的优势军力 在南海活动 美国是希望这一个军事冲突是一个 控制升级的一个小冲突 英文来讲是Controlled Escalation 来达到最大的政治效果 那想不到并不是南海冲突 我们看到反而现在是以外交战的形势 出现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紧张升高 现在到中午的时候 北京还没有做出反应 那我们不知道北京的考虑是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理性的来想的话 其实北京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应该只能选择退让争取时间 来度过这一段最危险的时候 无论是川普连任成功或者是拜登上台 美国对中国虽然基调仍然是对抗 但是这个最危险的时候 应该就会过去 可以替将来改善关系 带来新的转机 就像习近平最近在企业座谈会上面说的 留着青山寨不怕没柴烧 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100天了 现在气氛非常的诡诀 这个超过历年来的选举 美国先出手在外交战里面挑衅 我们可以推测未来的这100天当中 美国可能还会再出手 类似的事情还会再出现 更重要的是 怎么样子北京能够维持战略定力 维持好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 才能够度过这样子的挑战 今天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